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得正好 请你也帮忙劝劝他吧 我就知道 你到底是帮哪边的 西鲁娃 我理解你不愿意再重回铁威编制的想法 但布朗尼亚大人很看重你的才能 他觉得你能为贝勒伯格的复兴贡献许多力量 所以我来找你聊这件事 不管怎么说 你至少该去见他一面吧 好吧 我明白了 那我就跑克里博宝一趟 把真实想法全都告诉布朗尼啊 不好意思了 我先失陪一会儿 等我回来以后 再把你那边的情况给我讲讲吧 姐姐她一直是这种性格 啊 上车 原来如此 怪不得西路瓦的神情那么慌张 原来他心里是这么判算的 抱歉 你应该知道 姐姐曾是银宗铁卫技术部的研究组长之一 星河是她的主攻可体 但西路瓦的专精远不止于对星河的研究 她在机械工程等其他领域有很深的造诣 布朗尼亚大人继任之后 立刻就想到了姐姐的才能 大守护者希望召回她 让她重新实际技术研究工作 为振兴备露伯格的事业发光发热 不过 你也看到她的态度了 我怕她此行前去 也聊不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 指不定还会闹出些不愉快 我怕了 是 各种原因或许没有那么简单 直觉告诉我 这多半与可可利亚大人的离开有关 算了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一向不擅长揣测姐姐的心思 我看你们之间的交情不错 有机会的话 还是让她自己说给你听吧 不过 老实说 我也不想看她成天坐在克里伯堡里 对着班公主哀声叹气 以姐姐的性格 跟着你们一起旅行 或许才更合适 和她的求知欲好奇心相比 贝罗伯格实在太狭小了 果然 我还是很在意 她是怎么和布朗尼亚大人沟通的 你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克里伯堡门口等她吧 就让你改造帅 没错 就是 我已经已经改造了 好像太阳า 也 fast 在什麽 我也不过 里面 爸 还是 多 怪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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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